嗨 大家早 我現在在聖岡站 我剛剛搭公車從住宿的地方過來了 我昨天拖完行李後發現 公車路線非常的多 就兩三分鐘來一般的那種 我這五天用了這張 東北五日週遊券 真的是搭新幹線搭到寶欸 我剛剛在聖岡站的時候 不小心把我的五日PASS券弄不見了 我就是新買了這張 新青森到青森站的票券 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因為這是我最後一天的五日券了 新青森 這個是青森很有名的東西 叫做睡魔祭 那我先來今天要住的飯店來放行李 那這間叫做APA Hotel 這間的話 算是蠻平價的 然後房間也不會到很差 但是也不會說非常好這樣子 就是普通普通CP值蠻高的一間 而且在日本各處都有這一間 哇 離海邊好近喔 那邊一直往前行就可以到北海道了 有小蘋果 到處都是蘋果 我現在要去紅錢站 如果我的那個東北PASS券還在的話 這筆錢是不用花的 到了紅錢站 這裡是紅錢公園 超美的喔 蜂葉季 從11月1號到11月7號 哇 裡面超多的 黃黃綠綠的 這個橋好漂亮喔 入場了 然後被綁了一個這個 剛剛量了體溫 然後寫那個 從哪裡來的那些資料 這邊除了有 楓葉襪還有菊花喔 人還蠻多 而且還不用錢 今天行程 原本是要去澳路賴溪流 但由於澳路賴溪流的 楓葉季已過 所以改來紅錢公園 紅錢城包含了天守閣 和紅錢公園的部分 天守閣是日本江戶時代的重建物 是日本東北地區唯一現存的 江戶時代建的天守閣 歷史迷一定要來看看 紅錢公園是日本賞英明所一百選之一 但是楓葉也非常的美 這次來的時間剛好是楓葉季 除了賞楓外 加上護城河與塵魯搭配 行程難忘的日本賞楓之旅 就是鯉老鼠 這個東西竟然是一個龍 我們的形狀 我等一下要搭這個船 500日幣 然後可以賞豐 感覺就超美的啊 來去乘船 我現在上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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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雷熏的 真的超級美的 難動 有一个龙 这个树根是樱花树 他们樱花记的时候也是会有这种悠传 前方有和风桥 这是桥下 这个城池的石头已经400年以上了 这种图是桥下的 桥下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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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嗎? 謝謝 最後要感謝 謝謝你 謝謝 這個是宏前城的天守閣 他這邊有一些祭典的食物 我要去開吃 菊花五蟲爬 好可愛啊 哇全身上下都是菊花 還有樹的和服耶 酷 炒麵 買了這個300日幣 很像蛋餅耶 然後他裡面是加這個 這一隻 啊~~~ 救命 什麼啊 我怕她 這邊還會有人在上面彈奏樂器 大家午安 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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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午安 好久不見 YES 這個是夜風 沒到不行耶 超漂亮的 這是樹喔 會發光的樹 這是樹喔 可愛喔 等一下 請坐 試坐 有空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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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 快點 五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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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去居酒屋 感覺好像賣相不太好耶 拍起來感覺還好 那我剛剛迅速掃完了一些東西 我覺得剛剛那個串燒吃起來 微乾 然後鹹鹹的 鹹鹹的算正常 因為可以配酒用 但我覺得好像沒有我之前在台灣吃到那麼好吃 但我覺得真的蠻好吃的 好 好